歡迎回來第二節的港萬咬借邦 大家現在畫面看到了 第二節港萬咬借邦繼續講港萬動力2的書 今星期會想跟大家講的就是阿王魚遠王的牧羊兵室 也是港萬動力2的作品 牧羊兵室的故事是在1988年的香港發生 一開始幾個主角童年的時候在屋邨長大 亦都在屋邨玩 他們主角肥潤 除了他們這班小朋友的同黨混混之外 他們應該還有一個類似大哥哥的角色 就是牧哥 而原來肥潤在一次的意外中 他發現自己有一個特別的能力 他就可以在手上變出一些煙 而那些煙基本上是可以影響別人的心智思想 可以當作迷煙用 而肥潤就會用這件事作為他的武器 去迷幻大叔然後偷他們的錢 這就是肥潤獲得另用錢的收入來源 而他用能力的時候就被牧哥撞到 所以牧哥就阻止他再用能力 亦都說你再用能力的話 其實你的人是會有危險的 這個是故事開頭的設計 其實牧哥在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很頂的狀態 他是住在公園的支皮箱 我叫做那時候 沒錯 然後隨著故事發展 其實到了1992年 那時候肥潤已經長大了 而他亦都去了一間兵室做事 即是他家附近一間兵室打工 做廚師 那麥哥其實也是一直照顧著他 而同一時間故事進入主線 就有兩兄妹來到香港 然後他們就想 其實從他們的對話之中 你知道他們是想來香港殺阿牧哥 因為他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的組織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殺了牧哥 還有一段就是 原來其實阿牧哥曾經和兩個朋友去過美國 然後也遇到這個組織 那兩個人 即是我們在看回憶的時候 那兩兄妹應該就是死了 只有阿牧哥生還 在回憶當時是這樣的 然後牧哥回到香港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他都頂了 應該這樣說 阿牧哥那時候還沒去美國的時候 就跟那兩位朋友 一個叫阿雪的 另一個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神哥 他們三位都是有超能力的 他們就有個想法就是 我們有超能力 不應該在香港 去一個外面的世界 可能會有更大的發展 所以他們就去了美國 但是之後 其實中間沒有特別交代 很正常發生什麼事 總之就被組織追殺 然後阿神為了保護他們 就死了 被超能力者攻擊 而阿雪就在臨死之前 就把他的能力過計給阿牧 所以阿牧就有一種能力 可以醫治人家 應該兩種的話 他本身是一種的 所以過計了一種能力給他 而阿牧就是獲得了醫療的能力 阿雪就把醫療的能力過計給阿牧 而那兩個人來到香港 就嘗試接觸阿牧 他們也去到冰室 因為他們知道阿牧 會在冰室送外賣 就是這樣 中間其實 裡面的過程 就留給大家自己怎樣看 總之打了一大輪之後 最後其實阿牧 是有一個能力 就是這個本身的能力 阿牧本身的能力 其實就是 叫做時空回縮 時間回縮 他們都用這個能力 救回給組織威脅 如果不殺他們 就會死的兩兄妹 這樣就叫做救回他們 但阿牧就因為發動那個能力 自己也消失了 然後 冰室的老闆 因為他們中間打的時候 其實是在冰室打過一場 所以就破壞了冰室 而冰室的老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把冰室的擁有權 因為他也餓病在床 把冰室的擁有權 給了阿牧 其實他給了阿牧 因為阿牧不在 然後他們就叫他 改名為這個 木潤冰室 阿肥人聽得不清不楚 阿伯也睡在床上說得不清不楚 所以就改了名為木洋冰室 而故事的 差不多最後 其實組織就找到上門了 是啊 應該還有被阿牧舊的兩兄妹 都在木洋冰室工作了 現在是 是的 組織找到上門了 正當他們以為大難臨頭的時候 組織的老闆也很有威勢地站在門口的時候 但現在的車子駛到過來 然後一下子就消滅了所有人 是憑空消失了 不知道他們是生是死的 原來消滅他們的人就是阿神 所以就是說阿神其實是沒有死的 阿雪就比較死的機會可能會大些 暫時也不知道 而在故事的最後 就發覺原來阿牧 其實是在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2022、23年左右 時間回縮到1988年 這樣一個設計 所以阿牧 看回阿牧留在家裡的一些照片 是有之前來的黃色鴨 有姜濤 亦都有經歷過 團馬開通 亦都很興奮 亦都有我們經歷了三年戴口罩的過程 等等 等等 那就是 開頭的阿牧就是在 維港消失那個人嗎 因為他就說過一件事 其實阿牧之前在對白說過 他十歲的時候試過一次能力失控 就回不了他原本那個時代 其實中間在1988年 阿牧還是一個穆哥的年代 即是遇到肥潤的年代 其實阿神也有在對白說過 他可能會帶到你回去你那個年代 其實阿牧真的不是屬於1988年 其實如果你要說的話 他大概可能 這些時間不是完全準確 他在2022年 那時候他是十歲 他因為能力失控 他回到1980年 生活了八年之後 他就認識到阿神阿雪肥潤他們 所以他才會由一個十歲的小朋友 變成我們看到穆哥的形象 然後他們過了美國 遇到那個事件 然後他自己回到香港 就是在1988年 看到他遇到那個穆哥 然後去到1992年的時候 他就為了要救好像阿楠 還有忘記了那個女生叫什麼名字 即是他的妹妹 舊哥兩兄妹 在維港消失了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就再出現 那個時間線應該要這樣去推 大致是這樣 那兩位對這個作品有什麼想法 如果早一個月之前 我會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其實都是在說超能力 在說在香港發生 親切 還有最重要的是他 可能看上去會有點混亂 但是我多喜歡他 除了阿肥潤 知道他本身的超能力之外 其實其餘的所謂超能力者 其實他們所謂的超能力 其實不是說得很白 對不起 打斷你 不好意思 補充那兩個超能力者 那兩兄妹是阿楠和小青 看的時候會有一些想法 其實在打斷或是一些 和一些第二的超能力者碰頭的時候 他們應該怎樣玩 我挺喜歡這個設定 而且我挺喜歡他有些景色 畫得挺漂亮的 其實這個作品 DK呢 其實我看一下這本書的時候 我最初是有一點點 就是是我個人的問題 我看著這個故事 其實我最初分不到 肥潤 即是說回阿牧 在牧哥那個年代 他遇到的阿神 都是梁兄妹 跟他之後 遇到由組織派過來 在美國追殺他的梁兄妹 其實我最初是有一點點 就是混亂了 是的 因為突然之間 你叫做 都是梁兄妹的時候 我是 因為 我看的時候 看得比較快 我看得好像有些 咦 其實是不是 我錯過了 都是原本的梁兄妹 我是錯過了這個問題 所以 是我自己看得比較 就是我閱讀的問題 但如果你說這本書 我不是不明白 他為什麼叫做 牧羊冰室 但是我覺得 好像 最後才能夠包回到 牧羊冰室 好像是 有些 如果你一開始說 牧羊冰室 可能會比較好 就是我個人的感覺 以及 中間的 書籍位置 全部都好像搞到整個 那些 茶餐廳 那些冰室 那些什麼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心思 還有 有一件事 我真的很想知道 為什麼它就是 Chopter 1 至Chopter 2 是彩色 而其他就是黑白 我不是 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有心思 可能你過去編的 可能你就是黑白 或者你現代是彩色的 我覺得可能是 玩回是一種 Style 但是現在看下去是一個 製作上的問題 是不是問題 我不敢說 但是如果只說 今年《港湖動力》 起碼有三本書 是這樣的 自由之歌 無人冰室 和電藍 開始是彩色 後面是黑白的 起碼這三本 其他我不敢肯定 因為我還沒看完 但是起碼這三本 是有這個情況 但你看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有一點奇怪 我不會 我不會 因為其實好像 你看《日晚》 我當是星座本 電在中那些 它是 隔在一起 可能頭那一兩回 是有一點點顏色 然後你也會變黑白 所以我看下去 不會覺得 有惑特 我看《日晚》 就是同一個 chapter 可能只有幾頁採葉 因為它連載的時候 通常是捲手 然後捲中 還有捲尾三個採葉 因為其實它要遷就 一些水著女星 或者廣告出採葉 但是因為 我覺得 如果你這樣安排 我會有想過 其實是不是 跟故事發展是 時間線有關 我是有想過這件事的 我完全沒有 我純粹是看著 好了 採葉的部分 我覺得這本書 阿黃繼續畫了一些 很生鬼 很生動的表情 給一些角色 然後 它掌握小朋友的動靜 動作 我覺得它掌握得很好 而 我如果真的要挑剔的話 剛才DK提過 可能藍小青 和阿神 阿雪梁兄妹 可能會有點重疊 沒錯 其實阿肥恩 他兒時的換伴 有個被人欺負的阿澤 另外他旁邊 其實還跟著了一男一女 我本身以為 那一男一女 是阿藍和小青 原來都不是 我自己覺得 他最初擺出來的角色 可能有些 失敗得太快 雖然那些 其實 你最後看回我 原來那些是KF 沒有說不行的 但如果他可以扣連 可能我會再喜歡多些 而時間線 我覺得阿黃 其實他不是交代得不好 或者有不 但是我會說 他在鋪排上面 有些奇怪的 他一開始就是 小朋友說 紙箱裡面 住了一個很奇怪的人 然後就嘗試試一下他 然後 其實只有肥忍發覺 原來那個人是穆哥 然後再發展一段戲 就是穆哥和神阿雪 在山頂 其實不是山頂 應該是 那個公園 然後肥忍在那裡 他都一直要一起去美國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四個人要來 然後突然跳了四年 我自己覺得這一段是 有點 有點 我以為肥忍是會一起去美國 但是原來又沒有 那一個位置我自己有少少 我可能要多揭一次 再看有沒有看漏 或者看錯的東西 這個位置我覺得 安排上面可能 可以再做好些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本書都看得順暢 還有我自己看的 是舒服的 這本書 那 另外 如果真的要說 我覺得結局 阿牧出來的那個位置 我覺得有點快 我會期望他留個位置 就是肥忍他們經營著這間兵室 去讓牧哥有一個家 可以回來的感覺 其實那件事就是 無論你去了哪裡 你只要回到牧羊兵室 牧羊兵室就是你家 我有想過 他會不會是 肥忍他可能去到中年 三四十歲 的時候有個五六十歲的阿伯走進來 那個才是牧哥 OK 因為牧時空跳躍的時候 可能不知道跳到哪裡 是的 我有這個想法就是 我看到阿神 就是牧的朋友 竟然出來的時候 我是有一點點驚訝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最後 你最後 阿牧不是這樣出來 可能你突然出了一些照片 然後結束了 阿牧是否回來 這個 是一個 原念 是的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其實 我覺得尾的章節 有點 那種 急 而且他那種急 是沒有必要的急 我覺得 老闆 組織的頭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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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覺得尾 他去得很急 他好像想在這本書給一個比較圓滿的結束 而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留尾去發展 你還是開阿黃 他不想 其實可以只是對付完 或者解決完兩兄妹的問題 然後就 不再需要出組織的人 除非你真的 你是為了要故意出阿神出來 為了解決大家冒死 但是又不需要用到那個方法 即是說 回到來我要保護阿肥潤也好 或者其他人也好 消滅對家的組織 我覺得那件事是 如果給我 想一個比較理想 這本書比較理想的結束 組織的老闆 會發現那兩兄妹半變了 即是阿藍和小青滿變了 他會想派人再去殺 即是會殺回他們兩個 還有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阿牧出來 然後 阿神可能就要 因為你不需要 他們不需要有交答 其實兩邊 即是阿神和組織不需要有交答 而阿神就是去到兵森附近 發覺找不到阿牧 然後他的秘書可以照說 阿神先生 我們下一站去哪裡 那我們就知道阿神沒有死 然後 好像DK所說阿牧 亦都不需要出來 那就是留了三條線 組織阿神和阿牧 三條線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有後續 現在這樣寫的話 就沒有了所有後續的懸念 所以我有一種感覺 阿王好像想一本書完 這個故事 應該是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有點可惜 有點浪費了設計 是的 應該是可以發展到一個 三期甚至四期的故事 但是我其實蠻喜歡這本書 阿王在那裡 阿牧 他不是1980年代的人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很明顯的 至少在山頂裡 阿神的兄妹 阿王在那裡 阿王在那裡 他好像有說過 你唱一些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他繼續唱得很開心 那首歌是有搜尋過的 好像是2000年左右的作品 所以其實絕對不會是 正如大家很喜歡 某些人很喜歡坐時光機去抄歌 我覺得他好像有 有少少這個疑惑在那裡 是的 還有他 尤其大家看到他最後的照片 就是看到阿牧 他穿越了很多不同的時空去拍照 其實如果真的要抓的話 可以說是有北的 可以說是有北的 也可以說是沒有的 的而且確 因為 因為如果是孖鴨的話 這是今年的事 二、三年 什麼 孖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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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因為他剛才那張 最後那張照片孖鴨是二、三年的 是 如果他聽到2004 好像2004年的歌 如果你真的要繞的 他說很小的時候 但因為大家看到他那張照片 也是很小 是一個 你可以說他十歲的時候 失控的能力 不知道怎樣去到某個地方 不知道怎樣去到哪裏 可以說他經常會失控 那你 我當這個是2023年 是的 2023年一個十歲的 就是可以聽2004年的歌 當然 總之 就是他不可能在88年聽到2004年的歌 800年聽2004年一定不行 所以他在88年彈結他唱2004年的歌 OK 但是他在2003年離開之前 他可以聽那首歌 OK OK 你現在有個年輕人聽譚詠麟是OK的 他有超越時鐘的能力 可能有的 其實 因為我八歲的小朋友 現在都可以聽譚詠麟 聽追郭榮 沒有問題的 我只是想過了 但我挺喜歡他這個 慢慢滲出來 就是讓讀者看見 其實阿牧他真的不是這個年代的線 都鋪了多久 是啊 阿王鋪得很仔細 有一個位置我想很大力地譴責阿王 是的 就是這本書的第十 第十 第十頁 以及第十一頁 是什麼事呢 先看看 他說那個西多士真的很好吃 嗯 他說那個西多士很好吃 我晚上看得很肚餓 又沒得吃 自己吃 弄在這裡 你家裡也要有麵包才弄到 不是啊 我當我會弄都好 你不會浪費那麼多時間去弄西多士 為什麼 你想吃你就會弄的 阿王你畫到西多士出來太吸引 我還要在晚上看到 我真的大力地譴責你 而且他的景色我覺得挺漂亮 阿王這本書做得很好 他的東西平衡得很好 當然阿王他畫了這麼多年 其實一定有他自己的要求 但是那些景色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因為同時你在畫一些舊景 譬如現在畫面上看到 右邊是啟德 左邊是嘉頓山 還有最後那個 我拍了相片 或者是在網上偷了相片 是他在畫那個冰室 我畫冰室很漂亮 等我一會兒 這張 我不肯定是阿王自己畫 這是善稿來的 但是善稿也很漂亮 就是這樣當然 你不要問我 問我什麼透視 我不知道 但我整體的畫面是覺得漂亮 是啊 還有他本書我覺得有心思的 是譬如會 因為其實講的故事設定 大概是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頭 其實有很多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東西 會在中間 即是每一個章節中間 會介紹回 我可能已經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但是他會有一些 介紹出來 譬如我這些老餅 都是那個年代 老餅大 老餅大 是Leslie Cassette Gay 另外有金電視 金電視 我年輕人真的有看 雜誌 對 以前會介紹一些明星 電視節目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還有漫畫周行 這些其實是我 那個年代 會有的東西 看上去 其實是 有些回憶 回來 回來 甚至乎 譬如 肥准和小青的 連結 其實就是 關於麗園 是的 麗園 當然都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香港 一些很 對 還有 剛才Mang哥說到 是的 不好意思 Dickey 麗園那裡有一張 特別的 畫 畫出來 可能後面 看到 一張圖出來 顯示後面 那些 什麼 那些 我忘記什麼 什麼 那些 那些 真是童年回憶 還有 其實 阿黃在這本書道 畫了一些 以前 一些 舊的 屋邨裡面有的 遊樂設施 即是那些 叫做 長命斜 滑梯 即是那些 現在看來一定是 不符合安全標準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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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瘋癲 還有 他玩到一個 我也是很喜歡的 就是 阿肥潤在跳樓梯 跳下來 一定要由 最頂的 那級 慢慢一下 約到最底 我覺得這個 大家 在玩 跳樓梯 一定要玩過 才叫做 真正笑 什麼叫跳樓梯 我覺得看過這些 我們也有些 不可以說 擊中全部分 但是我都明白到 跳樓梯 應該也是這樣的 而且肥潤是穿人字拖 更加 突然顯得出 人字拖 跳樓梯 是很適合的動作 這是實力的表現 剛才Man哥提過 這本書 景是很紮實的 我們剛才提過 應該在嘉頓山 那個不是嘉頓山 總之是嘉頓後面那座山 看下來的景 另外他屋邨那些景 其實全部都做得很仔細 然後他最後 後段在天星小林上面 打鬥 然後落海那段 那些浪 其實他都做得很足 但是看回這本書 應該阿黃有兩個助理 就是張耀東 就是實景製作 另外後期製作 也是張耀東 而且應該叫做張真藥 中間那隻字 是三點水做過星星的星字 就是天上一顆顆的星星 我剛才Google過 應該可能讀過真字 如果萬一我讀錯你的名字 不好意思 我也是剛剛Google 才知道 字怎麼讀 希望我沒有讀錯 但是如果三位人 三位人士去製作這本書 其實真是高質 而且如果是張耀東先生 他一個做完 其實也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是中間 其實我有一個位置 我自己一看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點不不地 或者叫做錯誤的地方 反而是一件很小的事 就是他們一開始 肥潤去吃完西多士之後 對不起阿黃 我真的很不在乎 那塊西多士真的畫得很漂亮 他說給500元給白爪 但是是綠色的 就是青蟹 其實那一回後面他介紹的 都是青蟹 其實他在中年大叔的錢包裡偷錢 他也是偷500元 那張500元是啡色的 500元是一直都是啡色的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到底第十三頁 給他那張銀子是否落錯了顏色 應該是 因為收銀的老闆也是說500元 是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就是 我反而這本書比起那些什麼時間筆 那些東西 我反而就在這個細A位上 慢著 我們小時候很老實就是 十元青蟹 一百元紅色 一百元紅三魚 一千元金牛 那500元其實是什麼 金牛 是大牛 500元是大牛 有名字 有寶 50元是紫色的 以前最簡單的 50元是紫色的 是新版的50元才變成青色 是的 因為十元和五十元是交換了顏色的 基本上 是的 沒錯 這樣 當然這個位置我真的為了要挑剔阿王而挑剔阿王 為了要報西多士之首要挑剔阿王 就是那個結構上 要是藍田 但是藍田不會有河 那個角度 藍田應該看下去 不會看到這樣的景 就是純粹用那個角度分析 是的 那反而像是屯門那些大興村 不知道怎樣 在山頭上 這樣看下去 那個景 反而我覺得會像 是的 是的 就是純粹用一個角度去檢查IP的問題 是的 不知道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會抓到阿王跟我們做個訪問 你可以說是青衣或是荃灣的頭也可以 可以 所以我們到時可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找阿王求證一下 到底它是哪一條村 是的 我自己覺得這本書是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但它比起我們之前說的時間列車 和熔陳雨光 它會比較黃度少年一些 它有些超能力打鬥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開頭看的時候 整本書我看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看完 我在想一本書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想起這套九龍冰室 是冰室的名字 我不知道為什麼想起它 而 因為牧哥他留的那個長長的頭髮 我突然想起這件事 但因為中間其實 完全沒有關係 所有事情 又不是黑社會 又不是坐過牢 又不是閉腳 又沒有兒子 基本上完全沒有關係 我純粹想起這件事 它給了我一種 九十年代的香港風情 回憶起一些 我自己覺得 幾 童年幾美好的時光 而同時 其實我挺喜歡的 那件事就是 阿肥潤他開著一間冰室 然後牧哥可以回來這件事 就是 哪怕你時空穿越了都好 家裏就是在這裏的那個感覺 我很喜歡這一下 我知道你為什麼有這個感覺 因為對面的BOSS 帶了一群人來 在阿福冰室面前 就讓你想起了一群電單車佬 圍著九龍冰室 撐著那個籃子 我是九龍三鷹 很明顯的 你應該想到這個情境 我看的時候完全沒有 蓋上那本書 想起那本書的故事的時候 才突然有這個想法 還有 最初看這本書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直接看內文 我就在想 咦? 肥潤不像是主角 看看原來肥潤才是主角 最初想想肥潤會不會是 一些大主角出來 大目出來的角色 原來不是的 原來從來主角 我都覺得應該是肥潤的 你是想不到 肥潤開頭的那個人切 和最後變成成年 這麼大出入 而真的想不到 會是封面其中一位那個楊卯 我會這麼說 什麼 就是 牧哥拍照的那個姜濤 都是由肥仔變成現在這樣 所以他現在好像又肥了一點 我不知道 沒有看 那就是肥仔潛力鼓 肥人變成姜濤 那就可以了 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都是一本我覺得 值得推薦大家可以嘗試一下去接觸的漫畫 我始終都會認為 如果阿黃可以留一些尾 等一個故事可以再發展一下 組織那條線可以寫詳細一點 我覺得會更好一點 那當然可能阿黃要考慮的是 其實他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在身 他畫班那邊應該是沒有停過 那 UBL他會繼續畫 然後其實他在余儀創造館那邊 其實他都有一些圖書在出 他要幫忙畫畫 所以其實他工作量都很大的 我會覺得阿黃未必有信心 再放多一本書 而開空頭支票或者期票給讀者 可能都不是他想做的事 所以他才選擇安排一個這樣的ending 都不奇怪 我會覺得可惜 但是就這樣看這本書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 體現到阿黃作為一個 連載過很多不同的漫畫 由COCO年代開始連載過很多不同的漫畫 直到現在都仍然很活躍的一個漫畫家 那種實力和對故事的獎項 哪怕我會覺得他的尾 好像為了要交代所有的東西 之後完結得很快也好 他沒有甩漏 也沒有遺漏一些東西 他只是很快地交代那件事 但他就是完整的 這個意思 是的 認同的 不過至少有一些很小的小小 例如阿牧 阿牧 他說說他是個阿耶 candidate韜彪 那隻駝標 其實這些部分 我都覺得 是他有幫忙沒有寫到 而且我覺得他的駝標很有用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是用能力多的時候 暗默有辦法去救回他 大家看完整個故事就會知道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暗默會救到肥沦用能力多的問題 所以其實有些地方是需要慢慢去洗味 我推薦大家可以嘗試看這本書 質素非常高 大家有興趣就多多支持 千萬不要像新的東西看的時候 突然很想吃西多士 我之前說過《熔塵與光》 我也是讚過這本書裡面的食物 我覺得因為西多士是比較近一點 所以我看起來是再肚餓一點 而且我本身很喜歡吃西多士 但你對面馬路那間茶餐廳 是不是開24的 我家附近沒有餐廳 我那次跟你不是去茶餐廳吃東西嗎 可能是開24 我那邊那些鬼地方 9點鐘就夠了 怎麼都沒有吃糞 至於Sunday剛才是說西多士 我剛才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馬上去吃飯的那間茶餐廳 我就很想吃乾炒牛河蛋帽 講到這裡 應該是否想說廣告 我見你 什麼廣告 還是我私底擺出來 不要緊 之後再說吧 粉證還沒那麼快 應該是下兩期才開始 下星期都沒有問題 那下星期再說吧 今集的港孝姐幫來到這裡 稍後回來繼續有六播的動漫廢物 今天的題目是殭屍100 成為殭屍前要做的100件事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動漫廢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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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